又见面了 欢迎来到龙哥家的 iPhone15换成Type-C口基本上已经是板上滴滴那事了 Lightning接口恐怕很快也会像以前那个iPhone5之前的34pin的那个接口一样成为电子垃圾 所以如果你现在突然就上头对以下产品感兴趣的话 请万万忍住 以下产品的排名是有先后的 第一名MagSafe Door Charger 出行神器 有些朋友刚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可能会认为它是Type-C口的 毕竟在印象中它是真能用上30瓦的充电头的 但是很可惜它是Lightning的 这里就透露出了个细节 Lightning设计规格是可以超过20瓦的 而且以前就要博主测试说用合适充电头 苹果手机充电速度也是能超过20瓦的 但是苹果就是标20瓦 管中亏爆 我估计的即便换了各方面都更先进的Type-C 充电速度iPhone15也不会给很高 撑破垫30瓦估计应该是没有到30瓦的 超过30瓦我到时候手机送不起 充电头还是送得起 至于传输的速度 我好像跑题来有机会单聊iPhone15 好久没有做数码的内容申诉了 之所以说这个MagSafe DoorCharger 现在最不能多手 正是因为这个产品服务的对象 最重要的就是同时拥有iPhone和Watch的人 而且它的价格和使用场景 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注定的 只会有一小部分iPhone用户会用到它 而且这一小部分 还是相对比较有消费能力的那小部分 所以这个产品等15上市之后 肯定要么跟以前iPod Pro第一代 换无线充电格的操作一样 很快就换了Type-C 要么就直接换到 但是结合我刚刚对于快充的判断 和对酷克苹果这些人吃相看 换Type-C接着卖的概率更大 所以现在剁手就是蠢蠢冤重 第二名 AirPods Pro第二代和AirPods第三代 这两个作为iPhone的黄金搭档 在适配最新款的道路上 一定比其他产品来得更快更直接 但是毕竟还有大量的老用户 所以苹果有可能不会太像前面的 Dolch charger一样一刀切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给 Lightning和Type-C两种选择 度过接下来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振动期 但是毕竟因为新款的AirPods 都是支持苹果主推的MagSafe充电的 所以也不排除跟之前AirPods Pro第一代一样 直接换壳的可能性 只是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 现在剁手都不是明智之举 价值1000块的充电壳变成电子垃圾 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你实在是兜里有米 真的是想考虑买一个苹果原生的 分体式入耳降噪耳机的话 你可以考虑Beats Fit Pro 我最近用这款耳机 比AirPods Pro第二代要频繁很多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到时候专门做一个对比 唯一可惜的就是 它不支持无线的磁吸充电 第三名 苹果背夹电池 好像本身也应该没多少人会买 何况还是Lightning口的 每一年的背夹电池都吼不了多久 唯一好用的方式 我之前分享MagSafe脑洞用法里有提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出来参考一下 第四名 Mac鼠标和键盘 尤其是带指纹识别的这款 价格有点小贵 有些朋友可能跟我一样 为了不书密码专门买了 支持指纹识别的Mac键盘 显然苹果的键数也都是Lightning口的 不过很幸运的是 我们都知道 电脑的售明往往大于手机 而且用iPhone的朋友 也不一定是用Mac的 再加上苹果肯定还得 稍稍顾及一点环保的颜面 我个人会觉得相较于前面三个产品 Mac键鼠这个鬼Lightning口 可能还得用上一阵子 毕竟2023年的Mac鼠标还是从底部重点 所以苹果键鼠的Lightning口 我估计应该是最后一批换的 但是你懂的 如果不是iMac之类随机送 我还是会建议你 从现在起 如果是单独买键盘和鼠标的话 就还是选择C口了吧 其实从2018年iPad Pro换C口那一天 就能够看到全面换C口的这一天了 只是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苹果用了五年 如果不是欧盟 不是已经安排上了MagSafe全新的摇钱树 估计还得继续用下去 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有这种感觉 这两年苹果带给过我激动 但是远远没有几年前那么多那么重 如果苹果不做新东西了 只是做好东西 这样的苹果好像就差了一点点味道 好了 还有什么我没有说到 但是你觉得现在千万别买的苹果产品吗 欢迎评论区补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